大家好,我是Den 鸟叔塞尔时隔三年要举办的塞尔Hanbok Show 2022演唱会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Hanbok Show是塞尔在疫情之前 每年夏天都会举办的演唱会 最大的特征就是像这样 脱水洒水 可以帮舞台上下的人接触 也可以提高现场的气氛 而在上个月塞尔出演一个综艺节目后公开 演唱会的时候使用的水 都是可以饮用的水 每一场演唱会都会使用300吨的水 但是因为现在韩国很多地方 连续好几天都不下 所以发生了严重的干旱 甚至部分地区的五月降雨量 是去年的5.7%而已 所以对于塞尔的这种形式的演唱会 就有很多网友们感到不适当 太夸张了 干旱这么严重 不用水不行吗? 时代变了 演唱会方式也要变吧 塞尔的演唱会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反应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大家才会对300吨有这种反应 而且塞尔的话 没有水一样可以玩得很开心吧 又是干旱又是山火 大家才会这么敏感 一边干旱严重的都无法浓耕 一边劝 自来水也会觉得很可惜 何况是饮用水呢?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说废话的网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为了环保 不使用塑胶瓶 YouTube也用低画质来看呢? 如果是因为浪费水不开演唱会的话 电影 音乐剧 电视剧呢 都是在浪费资源 是不是要回到石器时代 在东湖墙上画着画生活呢? 对于塞尔的恨泡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韩兴 银森尔 在去年5月透过公司公开了 与女演员乙达英的恋情 但是因为乙达英父亲等人 涉及的欺诈事件 而让很多韩国网友们 都非常不看好这段恋情 甚至还想要阻止 然后在一年后的昨天 出道18周年的纪念日 Eason也首次打破了沉默 在官网上传了立场文 过去一年对我们来说 是让彼此伤心痛苦缺乏沟通的一年 在很多争议之中 选择沉默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 我担心会意气用事 无法传达正确的讯息 如果发生那种事 会导致发生更大的误会跟伤痛 而第二个理由是 担心我们之间的沟通会流传到外部 扭曲成谣言 被更多的人当成八卦 所以才会保持沉默的 而在去年绯闻爆出之后 我的立场生活都没有变动 所以就没有感觉到 必须要追加声明这些部分 对此如果感到遗憾的话 我也想真诚的向大家道歉 都是怪我不足 希望大家能多多包容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粉丝们 为了出道18周年 准备了纪念活动 竟然在这个时候上传了这种立场文 怎么能在粉丝的胸口盯上钉子呢 谈恋爱没什么关系 但是有必要上传立场文吗 只有粉丝们会相信 都这样公开的话 应该就是要准备结婚了吧 都有了那么多的受害者 难道只把这些当成是八卦吗 在绯闻之后 形象已经变得很不猴了 如果结婚的话会更严重吧 女方是那么有名的经济犯家族 虽然不是这女的诈骗 但是她用新爸爸榨取的钱财 过得放逸足时也是事实啊 希望你能幸福 是放弃形象选择的爱情 所以要好好交往 伊森基不会是看钱财践他的 应该就是真心的喜欢那个人吧 有时候喜欢上一个人 真的不是可以用其他原因就能放弃的 对于伊森基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stro Mumbin的韩国粉丝们 愤怒的理由 6月3号4号 男团Astro在日本举行了演唱会 而在最后一场安可舞台的时候 Mumbin的背心被成员们撕破 接着因为粉丝们的要求 Mumbin也跳起了性感舞蹈 该影片马上就引起了 韩国网友们的激烈投论 好愤怒 我们也喜欢这样的 赶紧回来 在韩国也给我们看一下吧 我不是粉丝也感到伤心 Mumbin下次一定要先从自己的国家开始 对不起粉丝们 下次的演唱会买票应该会很困难的 因为我也会为了这个而去 虽然是第一次认识 但它是我的餐 身材真好 适当的肌肉分配的也太好了 突然后起 如果好友行逼看到猛瓶这样的话 会有什么反应呢 那如果我这样的话 就会弄尽吗 有理由 有理由 你airs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